立法院明天将进行正副院长的投票 民众党以巴西委员逼蓝绿低头拜访妥协 没想到今天宣布要推黄珊珊当立法院长候选人 更表明若第一轮没有产生结果 第二轮将不会参与投票 蓝绿狂炮轰 柯文哲根本是耍着两党丸 而国民党主席再次强调 如果跑票将祭出最严厉的处分 以巴西逼蓝绿低头拜访妥协 民众党高姿态的演戏演了老半天 最后说这票要投给自己 我们会推出黄珊珊正式成为台湾民众党 立法院院长候选人 仔细一算立法院长第一轮投票 国民党52席加上两席五党籍 能掌握54票 民进党51席民众党8席 三党候选人票数都没过半 第二轮投票民众党说放弃 换句话说如果国民党没人跑票 韩国瑜将能当选立法院长 我们国民党会祭出最严格的党计 绝不容许任何的跑票 说不定会有人说车祸 或者突然进ICU 通通列为缺席的 这个就当作跑票 民众党当初初考卷 叫蓝绿拜访还写考卷 结果却让人大傻眼 有人吞不下这口气 痛批柯文哲玩可耻把戏 那这个表示什么 表示你在耍弄别人 柯文哲的这一幕 让人家看到了 就是今夜饭店那个影子 细耍别人 要捉弄别人 要去骗别人 因为你搞了半天 其实内心已经有定案了 那你只是在细耍玩弄别人 政党负责人科匹 他是必须负全责的 你们再一再这样长眼下去 没有人会接受的 网友炮轰当初选前 说要支持韩国瑜 结果选后自己推人选 大选你保送赖清德 这回你连监督民进党都不演了 只想当小绿 他那时候被国民党列为不分期 民众党是到处讲 一定会挺韩国瑜选院长 没有诚信 从选前玩到选后 然后还自己来洋洋自得 用关键少数大玩政治杠杆 挟持两大党 同一套玩法选前选后 一用再用 支持民众党的360万人 不知道能不能看得下去 记者中成梁 王志涵 SNG小组台北采访报道